已经停不下来了 找不到我们了 看不见我们了 看不见我们了 没事 你们看得到她就可以了 她是谁呢 来 欢迎我们的冯提莫 哇 今天提莫也是非常的漂亮 这是冯公主 我觉得 今天是公主 今天的裙子也是非常的美 此时此刻瞬间让我们觉得 做主持人也挺辛苦的 因为很难找到更好的指导 来去形容她们的美 形容不出来的 知道吗 因为其实 其实提莫是很多人 也是心目中的女神嘛 然后所以这次来到现场呢 可以看到她本人也是非常的开心 之前见过她吗 没有 对 那你现在感触应该良多了 我现在对 我现在想要特别希望等一下 水友们帮我们结个屏 然后把照片发给我 然后我纪念一下 我跟她每次我见到提莫 都会跟她合影 然后把之前的合影都摆在一起 然后所有人都说越来越美 越来越美 天哪 来 欢迎 好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冯提莫 我的直播间是71017 你的直播间现在大家都知道 我们现在不敢说话 因为我们特别害怕 我怕说什么都错 对 所有的所有都会说 主持人不要说话 我要看她 提莫 对 我就觉得为什么空气突然凝固了呢 因为我感觉说什么 都不要说打咬了 问号 闭嘴 什么之类的 那这样吧 我把这个提问的机会给到你 反正你第一次见到她 对不对 见到自己的女神来问一下我 好 那其实我今天代表着正在收看直播的所有 所以我们问一下题目 今天就是有没有准备什么样惊喜的表演 等一下要送给她们呢 有呀 等会会演唱歌曲 对 演唱歌曲沈杰杰 那今天其实来到现场呢 也是领奖嘛 获奖的心情 可不可以提前跟我们分享一下 提前分享获奖的心情 那肯定是非常的开心 然后非常的激动 然后很感谢斗鱼第一次颁奖 然后帮给了我 然后很荣幸 还有什么问题吗 还有就是今天的衣服很漂亮 是特别找设计师设计过的吗 应该是 租的呀 租的呀 咱能不能问那么大白话 因为我想说 太实诚了 这么重要的场合 一般都会找一些非常著名的设计师 设计一套非常合身的衣服 对 只是她通过维吻的方式来告诉了你 对 就是穿什么都好看 她想保持低调 对对对 之前不是说要问我问题是那个 是的 我会问的 不要着急嘛 对不对 前不久呢 我们知道提莫刚刚参加了这个快乐大本营的录制 然后分享了一些趣事 那我们现在也特别想知道啊 随着你越来越 事业越来越好 然后呢也越来越漂亮 我们特别希望呢 作为你的粉丝 18年可以看到你更多的计划 更多的改变 那么在这样一个很大的盛典的现场 能不能也通过我们的这个镜头 先和大家分享 那么一丢丢 现在能分享的 对 我是觉得那个2018年 那我肯定还是要继续努力的直播 然后呢在家玩玩游戏 是 然后呢还是在家唱歌 然后户外直播 然后也会继续边走边唱的 因为要自己努力去进步 然后就是在音乐方面的话呢 我是想就是踏踏实实的一部 一个脚印 然后出更好的作品 带给大家 对 这样 然后最近呢也会有新作品 然后请大家期待吧 一定要多多的支持 那我们唯一粉丝会担心的事情 就是那么多不同的环节 那么多你要准备去做的直播业务 很多 会不会身体 是不是小 你看你已经越来越瘦了 对 会不会下次见面你就更瘦了 他们会担心啊 没有 我答应他们再增肥了 那可能因为摄像机可能会把人给拉胖嘛 就是可能看上去会胖 所以这个有的事情还是要控制一下自己的体重的 你只要答应他们就是一定要健康的 对 开开心心的 然后去做这些事情 他们也会很开心 好的 是的 来 谢谢提摩 那先休息一下 先休息一下 祝福您一百年一来越顺利 谢谢 我们也期待你们今天晚上的表演 是 你说年轻的网红太浮躁 我说 我的努力你未必全部看到 追求自己的想要 赞扬或者质疑 不用在意 我是主播 我是歌手 我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 但这一切都是因为 刚好遇见你 娱乐盛典 我是红提莫 哇哦 恭喜提莫 有请你上台领奖 让我们粉丝们 用提莫的口号 迎接他上海 好不好 天南地北 哇 连这个slogan都学会了 你也是提莫的粉丝吗 天王盖地虎 提莫一米五 太棒了 那当然我要跟大家分享一句哦 提莫在一会儿呢 好的 提莫拿起了自己的奖杯 好 提莫小心台阶 来到我们这边 话筒前 来跟我们的粉丝分享两句吧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冯提莫 你好 然后呢 站在这里 我非常的开心 也非常的激动 然后还有一些感慨 因为我也算是斗鱼 一路成长过来 算是比较老牌的主播了吧 因为也快 直播快三年了 三年多了 然后呢 我是觉得 在三年多的时间里面 我跟斗鱼 都经历过不同的高低曲折 但是相同的是 我们都在越变越好 都在一起进步 所以我觉得这是 最值得高兴的事情 感谢斗鱼 是我们 斗鱼成为了我们 成长的土壤 还有就是 感谢 一路支持着我 陪伴着我的粉丝 还有水友观众们 因为是他们的支持和陪伴 然后才督促我的前进 谢谢 谢谢你们 谢谢 好 谢谢 2018年就要 2018年来了嘛 然后呢 在这一年呢 我也会继续努力的直播 然后呢 用更好的直播和更好的作品 带给大家 然后我们一起努力 感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我们的粉丝 也谢谢Timo Timo请台下 先稍事休息一下 谢谢